对整个台岛附近的这个军事的进逼 已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台湾的飞行员 宁愿赔300万也要走 干脆就退役 谁都害怕打仗 谁都不敢打仗 我们来看一看 根据台湾中时新闻网5月25号的报道 台军的一名现役飞行员发表公开信 点名赖清德只会喊话 完全没有想到过基层的感受 也更直言再这样下去 台湾的空军迟早通通会垮掉 那么这一名自称为现役的战机飞行员的网友 2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 表示从520到这个解放军的军事演习几天时间 整个的队上 所谓的队上就是他所在的空军的机队 忙的是不可开交 但大家都知道类似的状况 未来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而且他在这篇文章当中又说 今年以来队里很多飞行员都想退伍 甚至有年轻飞行员宁愿赔300万新台币也要走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指出 过去几年台湾的空军白天紧急升空 晚上通宵的保养战机 而现在变得更多 跨子业的各种训练 让很多飞行员不断的抱怨受不了 但是赖清德只会喊抗中保台 完全没有想到过基层的感受 赖清德要不要来一线看一看 每天究竟是有多么的忙碌 这个当然是来自于台湾的一名飞行员 他的一个说法 那么他在这篇文章当中也提到 飞行员每天早起晚睡 就算放假也会被叫回去加班 但是超时超量的工作换来的这个所谓的 所谓的各种的补贴 各种的津贴 全部都是假的 因为平时的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时间 更不要说什么放假 什么陪家人等等 那么这名飞行员在文章当中特别谈到 长此以往整个台湾空军迟早会崩溃 这个我想呢 这个也是很清楚的态势 那么这个作者又说 如今他身边的伙伴大多数是为了钱来当飞行员 熬到了一定的年限就会马上的暴退 暴退就是退伍了 而不是因为所谓的爱台湾 他在文章当中说 我们连自己的家人都爱不了 常常觉得亏欠还怎么爱台湾 长官为了喂留飞行员 还大讲所谓战友兄弟情 可有几个人真的能听得进去呢 他最后说 我今年也要走了 况言之啊 随着这样大陆军事力量不断的崛起 而另外呢 台独势力不断的猖獗 那么台独势力必须倚重的 台湾的军事力量呢 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困难 难以完成所谓的军事任务 很多人呢 是非常的疲惫 所以这样的局面迟早会到来 而且呢 我相信未来会越来越严重 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呢 我们前面讲的是 两次军事演习的一个整体态势 以及呢 我们谈到了目前在台湾岛内 已经形成的这个军事一些基层的人员 基层官兵 疲于应付啊 很多人想要提前退伍的现实 那么从政治效果上来说 我们也要来看一看 这一次的围岛军演 围台军演 实际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看到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和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 黄介正 在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时点评 前年八月份的围台军演 去年四月份的环台军演 都是针对台美关系的升级 而这一次五月围台大军演 则是中国外交部和系列文工信息化为主的军事版本 无论文工武贺对赖清德和台独的批判信息都是一致的 他尤其指出 虽然这一次大陆没有提前宣布限制空域发射长城导弹 台湾也不应该误判或轻看军演的严重性 他研判北京已经准备对台湾展开常态化的消耗战 对台湾的后勤和前线军人的压力会不断的上升 长此以往将会消耗掉台军的整体作战能力 黄介正又说 2024A的代号说明这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大陆还会找到更多的原因 随时启动对台威慑更大的军演 他也表示 美国正寻求与中国重启高层军事沟通 因此中美国防部长大概率会在下周的新加坡 香格里纳会谈当中来进行对谈 估计不会受到这场军演的影响 另外我们看到新加坡联合早报余泽远发表文章称 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围台军演落下帷幕之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6号抵达首尔 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美国国防部5月24号也宣布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谈会期间 将会举行两国防长会晤 中日韩领导人重启会议 以及中美防长会晤都显示出 由台湾新任领导人赖清德所鼓吹的两国论 所引发的台海军事危机 暂时会被放到一边 那么对于这次解放军围台军演 美国总统拜登5月25号重申美国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美国国务院也同日表示了对军演深切关注 那么对北京借台湾政权交替进行军事挑衅 带来局势升级风险 敦促北京保持克制 当然这是来自于美国方面莫名其妙的单方说法 美国的表态基本在意料之中 但并没有使用类似保卫台湾等等这样的激烈言词 美国主动宣布美中防长在香格里拉进行对话会晤 表明美方已经收到中方的明确答复 美中军方高层交流并未受到解放军围台军演的影响 这是来自新加坡联合早报驻北京首席记者于泽远的说法 对这次围台军演的效果 台海两岸都有自己的解读 台湾方面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镇定 官方一再一如既往的强调大陆军演破坏两岸和平 希望美日等国际力量干预 军方则继续维持所谓不求战而不巨战的态度 在进行必要防卫监视的同时 尽力避免与破镜台岛的解放军 舰艇和海警船只发生正面冲突 台湾主流舆论早就已经是见怪不怪 并未对大陆军演表现出过多的担忧 股市也基本平稳 军演似乎并没有在台湾的社会引发过多的震撼 基本上叫做温水煮青蛙已经习惯了 除非有一天忽然间发现 怎么被煮死了 中国大陆方面则是高度评价军演的意义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说 这次行动打的就是台独的嚣张企业 威慑的就是外部势力的干涉介入 完全合理合法 正当且必要 那么同时又说台独挑衅一次 我们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直接直至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虽然这次围岛军演围台军演 并未引发台湾岛内惊慌 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 军演确实展现出 解放军封锁和打击台湾的能力 在稳步的提升 军事学者杜文龙在央视上表示 解放军围台军演挥出了三技的重拳 即舰击协同 对海突击和对陆的攻击 舰击协同的范围是台湾岛的东侧 通过水面编队以及空中联合突击 对舰击协同进行高效的检验 这也是实战状态之下的一次高效的协同 说明解放军在远海对目标的掌控能力和毁伤能力 达到了高水平的状态 对海突击是对海上移动目标精准定位的跟踪 联合使用不同武器装备进行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性打击 对陆攻击是对台湾岛上反舰导弹阵地和其他武器装备 进行舰击联合性立体打击 一些网民发布了1996年大陆在台海军演时的老照片 当时由于整个装备的落后 解放军不得不使用民用船只 那么上面装载火炮来进行渡海作战 而这一次呢围台军演当中解放军出动了踹门神器 歼20炸弹卡车歼16以及大型登陆舰071等先进的装备 实际上从1996年到现在解放军从无力掌控台岛的东部 正面还要靠民船渡海到舰机导弹远程火箭炮 全方位立体围困和打击台湾岛 确实已经对台军形成了一次碾压性的优势 而且这一次的围台军演在宣布当天就立即启动 不需要像以前那样花很长时间集结各军种的力量 表明解放军已经具备常态化的禁兵 围困和封锁台湾的能力 而与此同时呢 大陆的海警力量也加入到这次围台军演当中 并在台湾控制的外岛和台湾东部的花莲附近海域来进行演练 这也表明在非战时状态下 大陆如果认为有必要 也可以动用海警船只对进出外岛至台岛的运输物资 货物进行检查和扣押 美国对中国大陆1996年和这次围台军演的态度反映 那么这也反映出解放军实力早就已经经非其比 1996年3月份 解放军针对李登辉访美期间举行演习 美国随即派出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靠近台海 当时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还公开警告说 如果大陆决定对台湾使用武力 美国将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 和1996年相比 如今解放军围困台湾的能力和举措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并初步具备了拒止外部军事力量 直接援助台湾的实力 美国除了口头深援台湾 已经无意或无力像1996年那样 派出航母编队直接干涉台海的局势 这也是解放军说围台就围台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重要原因 2022年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窜访台湾之后 中国大陆已经举行了三次的围台实战演习 那么实战演习 台海两岸和国际社会 似乎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我们可以预计 今后如果大陆认为台美在台独方面 又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 类似的围台演习还将上演 当然解放军围台能力的增加 并不等于大陆将会很快对台动武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 眼下的首要任务并非是收复台湾 而是发展经济 维护国内稳定 力争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 尽管赖清德的两国论 的确挑战了大陆的底线 但并未超出大陆方面此前的预料 要知道赖清德是台独分子 早就已经是板上钉钉 已经是定调的事情 你指望台独分子能够讲出什么话呢 即便他讲出一些啊 这个虚假陈词 你相信吗 绝无可能 因为外界早就知道 台独分 赖清德 他自称所谓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大陆领导人 不会因为赖清德的几句 台独言论 就失去战略定力 让两岸关系冲击发展的大局 今后一个时期呢 除非台美联手搞出大陆无法容忍的大动作 否则两岸关系还会在震荡之中维持这样的一种脆弱状态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所分享的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